那这个东西大家 谁都讲的比我们好 只要你会读中文 各位还会读法文 那是重点是 这个法如何变成你的生命 现出来的态度 魅力 人格 讲话 语言 眼神 为了如此 你要战战进进 你不能翘着二郎腿 因为你是佛教徒 你坐在椅子上 脚呢 要怎么放 你吃饭要怎么吃 这个才叫法 所以 特别这边这么多 不一样国家文化的人 一个修行人 从外面走进来 全部人都会觉得 你不一样 因为你给人家的感受 就不一样 不一样就不一样 他讲不出来 但是他会被你吸引 因为你会有一种魅力 法的力量 在你身上 不一样就不一样 这一点我很重视 因为我随时都在外面 跟人家在一起 如果别人对我们身上 找不出这个法味 那我就浪费了 那做个菩萨要多一点机会 去接触众生 因为让众生从你吃饭 走路讲话 看到你的佛法的味道 而羡慕 而羡慕 念佛的人不见得 有念在嘴巴 但是我看到你就好像 是极乐世界在来的 像不像 这样了解吗 就像我师父以前 带我去看 师父叫你去看一个天人 我说师父神下来了 我带你去看 叫我去看一个女孩子 她坐在那边 我说师父真的是天人 为什么她皮肤像牛奶一样 她眼神这么安详 她这么端庄无所求 我师父说 可能她就是天人来受戒的 因为我也不用我师父 她叫我看我就 对那个人师父一定是天人 不一样就不一样 她身边自然有光 天人 她拍照的时候 自然有光 你会感觉到有光 所以 我想各位 这个就是 天人有天人的味道 菩萨有菩萨的味道 我想各位也会分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跟一个观音菩萨 那个漂亮女孩子化妆 比观音菩萨都还多 我们喜欢看哪一个 观音菩萨 这个 木头做的都比真人好看 所以因为它有味道 它做出一个慈悲的眼神 一个手的慈悲的表法 那这些各位要负起责任 我是个佛教徒 我必须给人家感觉 我是一朵世间的莲花 世间最漂亮的花 最好的声音 最好的眼神 最好的心 那你就是在度众生 度众生不简单要讲经说法 度众生是给别人的感觉 因为众生 这个觉很重要 佛是一个觉性的 感觉就是直觉 各位要抓住这个点 让别人有个直觉在你身上 为什么看到你不一样 因为有个直觉 超越法国人华人 超越 所以修行要修行到 人家不知道你血型 算你厉害 你看你这个广东来了 你看你是山东来了 你已经输了 为什么因为你把你的 这些个性都表现在外面了 修学佛法的人是 超越世间相对的存在 你到哪里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没有血型 没有个性 所以而且是超越人的佛性 人人都有个性 你却没有个性 因为你表现的是佛性 那佛性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研究经典 还是我们这样去做而达到的 我想现在要讲的是说 六度波罗蜜 菩提心 我们都读了几百部书了 但是在你身上 有没有看到一个菩萨的态度 写字都像菩萨 菩萨写字不会卡通的 菩萨吃饭不会掉了一桌子的 菩萨穿衣服 是非常的恰当的 因为他已经 菩萨是一种跟众生和谐的心态 所以他所做的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非常的和谐 他没有缺一样 就像我们在摆前面的佛堂 既然要摆佛堂就 每一样东西都要庄严 颜色 位置 都要样样都要庄严 因为人家在看庄严 如果看到一个不庄严 他马上会有不好的反应 对不对 那个菩萨 你们眼睛歪歪的 头歪歪的 所以马上就 因为在菩萨面前都是什么 你一下来 最香的 最亮的 最好吃的 最美的 最庄严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各位 做一个菩萨就是要成为世间的庄严 所以你每一个动作 思想行为 所以包括你 你把合掌 你们等一下看看 每个人在合掌 一看合掌 这个人是打拳头了 那个人是打架了 这个人是杀猪了 那个手就是首相 所以一合掌 这个人是搞男女性欲的 看着手都知道 因为你不会看 但是比较客观的人就会看 所以 所以这个世界我告诉你 不能骗人 你骗得了人 你骗不了鬼 骗不了神 跟骗不了护法 因为他们都会看 所以不要把自己光活在人的世界 这一点我告诉各位 不能活在人的世界 你在家里穿衣服 你家地基组都在看 穿个内裤也跑出来干嘛 一点也不尊敬地基组 不尊敬祖先 门有门神 户有户神 所有水神 你洗澡里面都有一个神 你在煮饭里面还有造工 造工神 所以你要觉得说 这个处处左右都有这些 有形无形的都在看着你 我告诉你 你身边有一个 好几个永远盯着你的冤情在主 等着你起心动力 就让你痛 所以各位要你要有活在这种感觉 我入法界 原来我的存在 跟整个众生法界都息息相关 他们都盯着我 没有一个例外 要不是我单独在房间 我就翘个二拉腿 所以而且态度就不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睡一张床 床有床母 叫床母神 它属于欢喜母的分身一样 所以你怎么用床 你怎么用筷子的 所以我们刚出家老二上 连最贴身的筷子 它都有规矩的 因为筷子有筷子护法神 所以每一个动作 各位你看我们出家人 各位比较没机会 如果以后将来这边有出家人 他们每天在做武功 走路 敲法器 跟你讲话 他就是在传佛法 因为他是用这些动作 让你看到佛法 为什么你们拿筷子这样 为什么你们要出使这样 为什么你们走路要这样 为什么你们穿衣服要那样 这个叫佛法 而不是舍弃这些东西 他其他都不管 因为佛法已经应用在你的整个 比例来讲 就像一个女人 会穿衣服 会走路 很迷人的 有没有道理 这是世间法 佛教这种迷人 超过全世界最性感的女人 那种魅力 所以而不会跟人家相对 这种情况是要让对方 释迦牟尼佛成佛 是要让你看到他最美的一面 而开发你的最美的一面 就这么简单 我们在佛圈所供养的一切 都回归到你内心里面 这个花是你心中的花 这个灯是你心中的灯 这个形象是你心中的佛性 所以要各位要多看佛 多拜佛 多念佛的语言 思想 做佛的行为 因为我们以佛为学习的对象 这样才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在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 去成佛 在完全不讨厌 不舍弃众生的时候 去成佛 就像我们是一个歌星 影星 一个法师 我是一个公众人物 至少我坐在这边 各位在看着我们 所以我的眼神 语言 我以前都会叫他们摆一个摄影机 师傅你要看你自己 当然要看 因为这个眼神对不对 这个讲话态度对不对 而且我看的时候 这边摆一个电视机 这边摆成佛像 两个合不合啊 我为什么要一直看佛像 为什么要一直看佛像 合不合他 有没有拿摩 有没有身口意 跟佛的身口意合为一体 这个叫一心念佛 为什么要看经典 我的语言思想 跟他合不合 叫法镜 法的镜子 把不好的照 照掉 把好的显现出来 要跟法合为一体 念地藏经 你就是地藏菩萨 念普门品 你就是观音菩萨 在做观音菩萨的慈悲 而不是我念阿弥陀佛 却执着这个事件 却不爱这个事件 那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 听说可以 不会下地狱 那是自私的 所以我想各位要 每天念佛 念法 念生 不断的 不断的 让自己 变成一个佛 这个叫发菩提心 那 所以大乘的 归佛 什么叫归佛 愿我成就佛陀的 三十二项 八十随行 让众生看到我 喜欢喜 恭敬 学习 归心 归佛 什么叫归佛 愿我行住坐卧 都在说法 所以任何时间 你都在说法 包括现在得癌症了 你都还在为众生 在说法 不是嘴巴 是在得癌症的一个心态 跟态度 包括死亡的时候 都还在怀着菩提心 庄严的死亡相 因为死亡是假的 菩提心还是真的 因为还在为众生 在表法 在讲说佛法 我想妈妈不是用嘴巴 跟你讲佛法 妈妈对你的态度 跟家庭的照顾 而让儿女学习了一辈子 生教 中为严教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边 我想各位每天都到佛堂 家里有佛堂 那这个佛就是你的榜样 你拜观音菩萨 那家里人认为 我家有一尊观音菩萨 这样 你拜阿弥陀佛 那我家有一尊阿弥陀佛 这样就对了 那你要一直融入它 所以在身口意 如何融入阿弥陀佛 念佛 送阿弥陀经 做阿弥陀佛在做的事 那这样你才能够净化自己 所以我想我们就是每天这样 熏悉 然后再一步就是 那你要把日常生活当做 当做法界了 所以我们要在法界里面慈悲 上班也好 开车也好 都是让我们实践佛法的助缘 所以佛法不是两分法 在佛堂再教佛法 然后离开佛堂没有佛法 所以这个叫一直保持正念 用我们的佛性来过我们的生活 带人接物吃饭走路洗衣服 所以各位你在洗衣服 要洗得非常的精致 但是没有佛法的人 你叫洗件衣服 你洗干净 没有佛法的人 叫洗个碗 我们吃了才知道碗旁边 还有这么多惨杂 所以因为他就 反正那个不是佛法 他认为那个洗碗不是佛法 我就随便水冲就吃了 还有更快的方法 干脆一个碗用三次再洗 一件衣服穿一个礼拜再脱 这叫懒人学佛 那你根本没有在学佛 学佛是时时刻刻 给别人 如果说今天我是学佛的 我认识一位法师 我讲实话 没有人敢站在他身边 因为他不洗澡 那人家问我说 师傅他不觉得臭 他已经习惯闻这个味道了 他怎么会臭 他就每天身体都是不好 他已经习惯这个味道了 就像狗从来不会觉得 我身体臭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离开了佛法 就变成一个让人家讨厌的人 他就来信号 他们的兴致 需要什么 特别 优优独播 targeting 他们的对应 我们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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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